这两个其实也很好地来解释 就像刚才说的,够是相遇 相遇之后呢,还有相聚 脆,脆即聚即脆聚 所以脆就是聚的意思 择地,脆 上面是个对 下面是个分 对为德,分为地 得地,脆 它其实呢,你可以说 水来避免聚即 我们在联系上经 和到现在学到的下文化学的案 这已经是 易经当中第几次 讲到聚 或者说合众 已经考几次了 第一次 是讲诗 诗话 其实假的意思是聚 对吧 分配不公而起宋 宋必重习 重习必诗 那个时候就在讲诗 是为了争夺利益 起战争 这是一次聚 这其实也是一次聚 那在我们后呢 我们说这个 匹挂之后呢 是同仁 同仁其实又是一次聚 同仁嘛 又是一次聚 但这次聚集呢 是为了 大家只能到合备了突破眼前 一种下不通的这种状态 那 匹之后 你再接着来说的话 很快就到了 玉嘛 玉也是啊 玉和随 你再想想到随便的时候 它也是一种聚集 有人跟随 对吧 那 但是每次跟每次讲到聚集的时候 都是用不同的角度 我们再说到 这次的时候 正是八点得到的这种 集 聚集 就是 碎 为什么呢 相遇而后 但是 这种碎 或者说这种聚集 它的这个角度又不一样 它是从上到下的一个同理之 所以 一上来 它就会说 这是疯 这种聚集是好的 疯通的是 但是后面那一句话 你看一下 王家有没有 历见大日 疯历真 这个 要把它 看清楚 这是第一次 以国 以王 以拥有这种天下的角度 来去解释宗教的聚 以前的聚 为利益 为同志 为快乐 那种聚 和这次正式的 以国家的角度出现 为什么呢 王家有没有 这个讲 通为国 庙 宗庙 过去 一个国 一个 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人家承认你是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宗庙 你有祭祀祖先的理由 你又有宗庙 你又有国才能成 我们中国过去的经常会说 每个朝代王 毁其宗庙 我们不是说我皇上杀了 我后来把皇上没走 不是 叫毁其宗庙 一旦宗庙被毁了 这个国就正式的命 所以 王家有宗庙 这个地方不是简单的说 那有宗庙 王和宗庙 两者之间都在的时候 是你比国的概念 所以这种 这种聚集夜宝 它是一种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聚集 那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聚集的时候 需要的吗 最重要的吗 需要有法度 需要有纲礼 或者说你要有你立国的一整套的制度 而这些东西都都是一代者 或者说都应该从哪里来 他提到的一点 就是历见大力 这个词会经常在这个《易经》当中 很多这种都有 对吧 从最开始的钱挂道 我们就是历见大人 那这个大人 通常意义上 是指贤德的人 贤明的人 或者叫君子 王和大人 两者之间不是同一回事 一个国 一个国家的聚集 建立法律制度 所有的这些点章点旗 是通过贤明的人来制度 历见大人 你这种聚 如果没有领头人 没有人 没有贤明的君子 把相对的制度 点章都做好 那你这个聚就是乱聚 那就是一个 这把提会 或者说是一个 这啥主事 所以必须要有历见大人 只有历见大人 有了大人 有 才可以在其中 弘扬天律之正道 你这个国立于正道之上 所以才有历见 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行 同时 这是后面 用大 用大升级 国家呢 在去做一个立国的时候 或者说在宗庙祭祀 祭拜祖先的时候 宣布要立国的时候 他是有非常重大的仪式 就是典礼来做这件事 不是说 几人凑在一起 随随便宣布一下 或者是 咱俩好就完了 他要有个 正式的典礼 一整套的严格的仪式 为什么 我们叫做开个大典 在这个地方呢 也会 说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你问中国人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所有人都会告诉我们 1940年10月1号 对吗 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 1949年的9月24日下午 为什么 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是在那个时候发开的 那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记住10月1号 因为那时候开不大 大不厉害 跟这个说 用大声 实际上是一道理 你要有一种 宏大的盛大 我要举世皆知 所有人都不能够忘记 这一次仪式 才能宣告这次拒 这个 就是 用这个来说 就跟我们说 考完结婚 每天结婚 你领证那天就算结婚 但是所有人都会说 那天结婚 结婚仪式每天 结婚会 除非你是结婚仪式 当天领证 否则的话 你领证 这说的是一个道理 你其实是一种 特别盛大的仪式来宣告 你们俩聚集了 对不对 这跟国是一个道理 用一种很重大的仪式来宣告 聚集成国 这种聚集 以正道来聚集的事能够被上天所诱惑的 也会不做 让所有人受益 所以必须聚集成国 炭曰 翠聚 顺以悦 刚中而应 不聚 这个呢 就是刚才说的 炭也说了 翠就是聚 顺以悦 这个呢 要说一下 下体为 坤 坤为顺 对吧 上面是个对 上面是个对 对为悦 又柔顺 又高兴 那么 这种情况下 大家聚在一起 这才是要 能够 长久的聚集 长久的 和睦 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基础 否则的话 就是一群若蜂蜂的人 或者打算做坏事的聚集 所以 一群苏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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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这个也好解释 看一下 六二和九五 非常正的位置 阴居阴位 阳居阳位 阳居阳位 九五至尊 六二和顺 在户阴楼位 那抱着 翰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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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hhhh Bill 不惧 所以惧需要领悟 第一大家是顺而且愿意 这就有情况下的惧 第二是要有王有应 有真正的领头人 而且这个领头人必须持忠守正代表天道 否则的话 这样的惧就不是好惧 王家有妙 至笑哼饮 这个其实叫笑响饮 这个其实也好解释 我们说过去历朝历代的社会 都会被人提到笑 笑 一般大家都会有这么一句话 来百山笑离仙 笑道是一个人必须要具备的 或者是称之为人的一个触客 你连笑的朋友 你怎么能称之为人呢 所以对于笑 中国的儒家是把他提了一个非常高的论 以汉代为一 其实我们所有的汉朝的那些皇帝 他不是说这个汉文帝 其实汉文帝真正的 他的全称之为是孝 他所有的皇帝前面都有一个孝 因为皇帝把孝放在非常非常高前 一个人不孝 在家里不孝复 又怎么能出外去孝供自己的国君 对吧 所以孝很关键 王在自己的庙里面祭祀自己的祖先 其实也是在向天下万民 以身作则 教化民众 我孝顺自己的祖先 我孝顺自己的祖先 皇帝 王也要孝顺 所以 这个就在这儿 要提醒这个 王作庙 王不是说 仅仅是为了 去祭拜自己的祖先 他其实是给天下的名字 申教 做教化 让老百姓知道 人要做什么 人要先有效的 才可以 历见大人 曾 具正 具正 只有以正道 以天道 以正道聚集 才叫做 脆 否则的话 那不过是一帮 一帮 乱民凑在一起 打算做坏事 所以具正 用大升级 利有精王 顺天命 这个其实呢 也就好解释了 你做 如果一个国 一个 一些人 用正道聚在一起 成立一个国家 变成一个 能够 实行天道 治理天下 养育万民 这个呢 肯定是 利有纠王 而且能够 顺应天意的 天道本来 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聚重养民的 不是散养 那动物也有一群一群的 里面还有兽王 人更是 只要这个王 是持天道 守正道 能够养半年 那么他就守 顺天命 观其所聚 而天地万路之情 可现 这个呢 就好解释了 这个聚是在 好多话当中 在判词当中 都会说到 你看这些人聚 你就知道 天地万物的这个性情 这些人是证据吗 还是乱说 对吧 看得很清楚 相约 择于地上 就是刚才说的 水在地上聚集 聚在一起 那么 水在地上聚集 就一定是好的吗 一定好 洪水也是 对吧 污水堂也是聚集的 但什么样的聚集才是好的 刚才一声说的 只有 你胜 才叫水 但后边 洪水又把它进一步延伸了 你要想达到聚政 要想达到 大家与正道来聚在一起 一定要有法度 要有人来维护智力 或者说统御这些法度 所以 君子以重荣起 见义 这个呢 就是说 大家聚 是可以聚的 只是呢 在这个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所防备 这种所谓的防备 其实主要是防备 聚的过程当中 人心不能乱 不能 没有法度 有些人在里边 不断地立山头 乱喊 为了不己的小弟 起空家秧地去捕破他人 要防止这个 所有的聚 最重要的是要先把法度的聚之以正 没有法度 没有维护法度的这些人和气 那么这个聚就是乱聚 这也就是 这里面说的 君子以除荣起 借乎 不渝就是扯一些 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突发的一些事情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 大型的这种集会 莫名其妙的 别人都不在大 这些人突然喊一掌 可能一口都乱闹 都要走的事儿 其实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 那时候一名孩子 脚铁面儿的老鼠 但是这么一乱 第二个人 他在前两年韩国 那不是正上演 那一山鱼灌落的事儿 那你说那是啥 他们就是这样 没有人去做先诺的皇帝 也就是没有应激于案 也没有人去背后秩序 那一旦出了事儿 也就是大灾 所以呢 从这个聚集脆之上 同志们把它演展出来 要借乎 要用以除荣起 借乎 离开 去啊 出荣起 谁 来远一点 ungef 人们 特, 出荣子 要出荣… 什么少数 出荣 你把镜头摆好 现在过来 过来就摸摸 初六 有福不忠 乃乱乃脆 若好 一卧为孝 目续 网无咎 相约 乃乱乃脆 其治乱也 初六 有福不忠 就是他不能信守承诺到最后 也就是没有信守承诺 然后乃乱乃脆 然后这里就是 而引起了一些 由于就是不能够信守承诺 而引来的这种聚集吧 它是为了像动乱一样的 就是不好的 然后若好 就是说他不能信守承诺 而引来了 动乱以此而聚会 他就会有咎 一卧为孝 一卧为孝 不续 网无咎 然后查的那个资料 它上面有两种解释 这个一卧为孝 第一个就是 他说的就是 若能号召大家握手联合 就是说承认自己的错误吧 然后跟大家握手联合 那么就不会有忧虑 然后网无咎 你就可以继续前往 就是不会有什么灾祸的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人说这个奶乱奶脆就是 就是引发了动乱 动乱以后他在嚎啕大哭 若嚎 然后就引起了一股子的人大笑 然后他说有这种解释 然后感觉这个好像不是太疯 我还是喜欢接受那个 就是若能号召大家握手言和 承认自己的错误 握手言和 这种就不会有什么忧虑了 然后前往也不会有什么过错 然后乃乱奶脆其致乱也 然后这里六二的话 它是阴谣处中卫 然后他与那个九五正印 然后他这里阴吉 阴吉是他牵引着两根阴谣处六 还有那个六三 然后向九五去聚集 他这里有五九 然后他这里浮奶脆用月 月是那种就是夏季的 夏季的那种一种祭祀方式 然后他用的那个祭灵 是很微薄的很丹磨的 然后这里浮奶脆用月 然后后的意思是就是如果够天成 天成者他可以用简单的祭品来祭祀祈福 就可以了 然后不需要太隆重 那麽封约 说 像 约 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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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诚心识意,然后他肯定就会不咎,我理解这样子。 不咎,相约大吉不咎,卫无道远。 我这次的连续在一起讲,正好看着蓝色的助解,也就是三、四十位。 实际上就是六三和六四两,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一个是阴居阳卫,一个是阳居阴卫。 所以他们两个是卫生症的。 六三叫最无皆如,形容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哀声叹息的样子。 那我也可以把它引致成一种就是大家在一起抱怨,没有什么获得好的利益啊, 然后或者是一种无知群众聚集在一起,或者是无合之众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无优地,其实也是我认为说下面的三分阴阳,它是通话,它没有羊阳在。 所以相对来说它没有一个给他们作为这个志向的执意,或者说是来能够一正道来聚拥人心的这种这种这根羊阳, 所以是无优地的。 那网独旧,网独旧其实这边提示是说因为六三呢, 塞在脆瓜这种,整个的卦象就是聚集。 那六三互所对应的是上六。 这里面,因为上六它虽然和六三同样都是一样, 但一方面呢,这个上六是居于虚瓦中,它本身是一个合约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战。 另外的话呢,它又也是处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它乘高的九四和九五, 乘高让它觉得不舒服。 所以六三呢,会还是比较期待下面三分阴阳的呼应。 所以就是六三是向上呼应和向上去的过程可以这样做网独旧。 那小令,其实就是总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过程,小的过程。 像约网独旧上训言,那又是就是比较明确的指出, 是因为上面的这个两个阳阳一个阴阳还是一个训练,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接受像这个下面三分阴阳,像它的这种的。 然后九四大极无救,它这个通过看它的像, 才能体会说大极无救是一个条件的一种免贯的逻辑在里面。 只有有特别重大的吉祥或者是利益的情况下, 九四才会没有做错,不会出现问题。 一方面因为它是一个阳阶阴阴阴阴, 本身它是没有叫做非棋位。 然后同时呢,下面三分阴阳又有向上, 它这个具体的这种趋势在。 所以它实际上,因为它处在了这个位置, 它得到了下面群众向它的居住。 但是因为它本身自己呢, 它是不正,它是不正的也没有。 所以它在这个不单位的情况下, 只有说它是站在一个比较极力的大环境, 比较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它可能才会得到无救的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这里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更换一点的就是, 就是刚刚, 嗯, 刚刚,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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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嗯, 嗯, 其实就是, 嗯, 嗯, 水碧比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得利岁差, 就差在这个九色的调, 那就觉得, 那我就觉得, 是不是中间能够有一些联络在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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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义, 比划的六四是外表去珍惜,就是指说,我也是复习了一下,因为它是能够亲近九五的,能够去寻找这个正正道,去寻找这种真正的这种奇想的,而这个九四呢,它显然可能并不是与九五那样的亲近, 所以,是不是说,九四,它究竟规不到,所以它是一个大清不旧的状态? 九五说,九五,退有位,这个方理也就是,九五是一个养居养位,它的位置是矩正的,所以说它是一个退聚, 而且它的位置是最得胜位,这个同样跟六二相呼应,就是说,退有位不仅是就我自己的位置摆得正,而且六二它的位置也摆得正,然后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个时候,要有信用,然后要修这个大德,然后这个东西就没有后悔的东西。 相约,退有位,智位光也,这个,这个其实中间少了一个条件,我觉得,我自己理解的话, 退有位它指的是这个,各个人处的这个位置,在聚的时候这个位置都长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个,这个智位光呢,就是说,呃,你光有这个位置,你的智向也未必能够得到光大。 这个中间就是说,你在位置处得对的时候,德行也要对,然后不仅是就我这个位置,而且下面的位置德行都要对, 然后,这个群体,这个聚集,他们在聚向才能得到光大。 然后,相六这个叫,这个三个字,四个字,三个字,应该是不太认识的。 就是说,就是讲的那种,你的挨探一直在流泪的这样一个,一个,呃,一个情况。 这个相六呢,它是一个,呃,阴阳区的阴位。 然后呢,就是说,处在这个位置,呃,你还是处在一个上级的位置。 就是这样子哀叹又哭气的话,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嗯,后面这个相约说了这个,这个,姬姿替替未安上演。 就是说,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处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那个很情绪化,很感性的一个人处在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是安不了这个位置的。 是这样感觉的。 这个位置,我就是要消失的不同ставとrescendo、相约 unstoppable。 所以,您可以让把他们里面底下的时候所 bild起一个大和大人的事情表现。 就是说,需要一个更加,呃,现在追究,一个,呃,呃,更加,呃呃,更加,呃, iru 和呃,更万能。 所以我们也没有打开, 然后我会让它上了一层。 我是这样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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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修养自己的大的责情的话 这个鬼还会消亡 这样的话能别的 这样就没有理解了 包括后面的叫 最有畏 最有光严 正是因为它虽然有畏 但是它的志向并没有光大 光是大的意思 现在我们现在被这94的话 给打出了 这94的话呢 把它下面的这个三个阴影 把全面给打出了 您的36 那个理解吗 36 我是刚才说的 那个理解 啊 再读一遍的阴影 七思七一 啊 对 所以我们学完这个后头慢慢 就是 起码的阴呢 要发出来 这个阴要发出来 就像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的话呢 王阁有加呢 要读成阁 要读成王阁有加呢 也可以 但是的话呢 人家这个太白 应该是阁 对 因为它本来就是 代表阁 你就直接读阁就好了 就说你这个 咱们是学过这个的 如果你们直接说王阁有加的话呢 那一看呢 你就造字 读白话了 你也没读错 但是呢 你是不明白这个意思 咱们就直接把合约做出来 啊 所以 第一个呢 不应要对啊 一字体移啊 嗯 那么 他的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能够说 呃 巨三位的话呢 不自安 巨安之威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能够得到众人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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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拥护和 齐助啊 所以的话呢 他才能够得到 一旧的这个状态 啊 那么 前面两个解决的话呢 也有一些问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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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的话呢 他为什么要往上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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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谁 往不救的 刚才讲的 三和四 四位 是吧 那么 他往上走的话呢 他是要找这个 上六指的 他要找这个 上六指 但是因为 是同性嘛 都是一性嘛 属于小救 那么 为什么说他的话呢 他如果说 这个 这个 为什么说他是 干人之应呢 因为的话呢 这个 这个 前面的话呢 这个 这个 初六里面就有讲 啊 那个初六的话呢 为什么 初六的话呢 这个 呃 叫做 乃乱乃脆呢 是因为的话呢 最开始说 你有福中啊 说那个 那个 初六跟那个 那个 九四啊 是相应的啊 初六和 四是相应的 但是的话呢 这个 这个 初六啊 开始说 跟九四相应 相应的 这个九四呢 但是见到 这个三啊 这个六三啊 奉成这个 九四的话呢 所以呢 他这个心里的话呢 就有点 这个 不稳章了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对九四的信心的话呢 就 呃 没有保持到 重点 所以叫 有信不重 简直式的话呢 因为看到 这个三的话呢 这个 这个六三的话呢 奉成九四呢 因为呢 太近了啊 他的心里的话呢 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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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的情绪啊 有关情绪的话呢 那么 那个 这个 这个 那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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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才会有 在这个六三里面的话呢 他讲的话呢 所以它干扰了初六和九四的相应 所以说它是和九四的相距不正当 所以是干扰了初六和九四的相应 所以有危害的话造成了有危害 如果这样的话它不如直接上六 三六跟它情况一样的 三六也没有相应的 没有相应的话 两阴相合 但是不如阴阳 只有小阴 三六跟它一样 也是在这种忧虑的危险当中 所以一想找个朋友 诗人求谱 整个山挂是迅挂 以千军的态度来接人带戊 所以六三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它有小阴 所以往上如就 因为上面是迅挂 所以桑极如顺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话 这个六三的结合的话 就是比较什么意思 这九四结合的话是对的 就是它这个条件 它不是说这个九四就是大吉无就 它是一个说你要大敌人才能不就 这个是条件史 我来看看的话就是大吉无就 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的摇挂当中 摇到这个歌的话呢 可能你就看着整个大吉无就 没啥问题 可能也行 因为你就按住就可以摇嘛 碰到这种情况 但是要往内部的话 深话来讲的话呢 它说你必须得有个大的功劳 你才能够救 那前面的话呢 就是这头一个的话呢 刚才说那初六 刚才有种奖的话呢 他那个奖的挺好的 我号召一下的话呢 以我为孝 可能就是大家和好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儿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初六这个位置的情况 他可能还没有什么号召令 因为他刚刚开始聚集嘛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可能还在他自己 在他自己的话呢 有服务中 他还讲了按照那个 同学达的意思说呢 他不来跟九四相应的 那见到六三的话呢 这个功能九四的话呢 所以这就是信心的话呢 不足 不足的话呢 那么内心的话呢 在这种相对聚会的话呢 内心的话呢 有点乱套了 内心有点乱 所以的话呢 有这个 如果说呢 他还能做到呢 若好 也是一种比喻的意思 若是好比 就是把自己比成 比成什么的话呢 一握 一握的话呢 是很小的意思 那么这个 他的意思说的话呢 你呢 你呢 不要把自己的话呢 你这个初六啊 你不要把自己的话呢 看得太 看得太重要了 你说 要直容前退 因为他自我的话呢 这个 能够 这个 谦虚一点 啊 不予物争的话呢 你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 这个 对于这个三的话呢 有所忧虑 啊 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 己为正硬啊 就是他和 初六和 九四的话呢 不处于正硬的 啊 那么 三的话呢 是近处 就离九四比较近 如果你要能够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不要过多地去想啊 不要过多地去忧虑这个六三 那么 我是有正硬的 是吧 的话呢 是必得和的 如果你这样的话呢 不想那么多的话呢 你去的话呢 反正没什么事 往往这个都是 疑心生暗鬼啊 因为怀疑的话呢 使得这个事情的话 变得比较困 所以说呢 他为什么的话呢 这个 会有这个乱呢 因为的话呢 其次乱 所以说内心的话呢 他这个 这个 这个自相的话呢 有点那个 那个 想多了 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按照朋友拿这一句讲的话呢 就是 比如说这个 这个隐的话呢 它是讲的什么呢 说这个路二啊 它说它是 这个 这个 叫做什么呢 就说这个 正好是 因瑶居因慧嘛 它把这个 它是 不想这个 聚会 那样子 但是这个话呢 这个 这个 这个聚会 之卦嘛 聚集之卦 所以呢 就是 从上呢 就是 大家的话呢 就是要 归相成就 你要能够 随从人家 你才能够聚在一起啊 这个路二呢 是不想跟人家聚啊 那么 但是的话呢 它说它已经聚音了 在这个 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话当中啊 所以它自于聚会呢 是手中的话呢 有点变化 无欲相逢 但是在这种 整个大家都要相聚会的 一种状态下的话呢 那么 如果说 你呢 自己 呃 这个 这个 不与人相同的话 啊 那么 你可能属于一种 较危险的一个状态 你跟人家大家的 自相一直不一样啊 啊 大家的话呢 都 有一个 这个 相聚在一起的话呢 作为一个自相 你跟人家大家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六二的话呢 需要那个 九五的这种牵引 因为它们九五正硬 所以有九五的牵引的话呢 它才得到有救 如果没有九五的牵引的话呢 它还是有麻烦的 就是有九五的牵引 所以呢 因为它是居中守正的 所以它是有信用的 另外呢 这个月的话呢 不是夏季的 就是讲的这些阴春 阴春的话就是中春 就春天呢 就是那个第二个月 因为春天的话呢 没有什么东西种出来 做一些蔬菜啊等等的话呢 所以它祭祀的时候呢 那个使令的东西呢 比较少 所以的话呢 相对来讲的话呢 祭品呢 比较薄 但是的话呢 它因为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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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是 这个 大概是不是画了几个刚才讲的几个 有种的话再给我们串一下 把这个意思再给我们串一下 其实你把他的几个要点都给他收获了 看到讲到那个地方的话 你再把它串一下 我的意思 其实脆挂的相对而言就是要简单 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理解的理由 就是所有的窑 大家先注意一下这六根窑 这六根窑都是五届 你自己看这六根窑都是五届 为什么这是脆 这是脆的 脆的挂这个状态下 据以正的情况下 大家都是无疚 但是各自的无疚呢 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个先决条件 初六有福不中 这个呢 刚才院长已经说了 初六七十分九四不间是正点 但是呢 因为六三距离九四更近 你看六三那个样子 六三在上面又哭又笑的又闹的 而且一会儿还生叹气 他会表现出来跟九四之间有更好的关系 所以从初六的角度来说 他是有疑的 有疑惑的 所以呢 他就会内心就挂了 心智就挂了 对吧 这个若豪一握为笑 我们这个地方的解释 其实就是一握 这是一种很小的那么一种文森卫 或者诗语 但如果说不好理解的话 你可以这样简单理解 初六和九四之间是大人和孩子 一点点小孩 特小的时候 以前呢 有不这么一个特别著名的实验 就是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一个大一点 一个小一点 如果这个母亲跟这个大一点的孩子 两个 就跟小一点的孩子 这个一起玩啊 不理大一点的孩子 大一点的孩子呢 不会特别过分的去表现出来 他最多的呢 就会口头说 妈妈我喜欢你 最多说一些这样话 但是不会有特别强烈的表达 但是如果这个母亲和这个大的孩子 两个人一起玩 逗他玩 然后那一点点小的就会又热 就会又热 但是呢 你只要过去一哄他 他马上就乐了 其实初六 六三 还有这个 九四 你可以从这个初六和九四之间 你可以一过一小就用这点来解释 他距离远啊 他看着六三跟这个九四之间关系更好 他心里很难受 但是怎么表现出来呢 又好 但是你只要一关注他 一对他好了 没事 但是你要不关注他 他在那边有狗狗 所以他是乱的 他没有 没有主心骨 他是一根一鸟 又处在昆体之下 最下 没主心骨 也不知道该做二十还是不做 所以他想要去聚 他会想要去聚的过程当中吧 他有好多好多的困难 但是你只要略微有 关注他 提携他 牵引他 他就没事了 如果你要是没有去关注他 就做了 但从他的角度来讲 只要有人所关注 他也是不救 因为他是有向上去 跟别人催了这个心态 他也愿意这样 因为他自己是融络无主 六二隐集 这个隐呢 就像院长说的 这是九五隐 它是背影 它是背影 很简单 六二是在昆体的中位 那我们用形象来 就是大家都去催了 初六也走了 六三也走了 那你这个二还叫二嘛 你就不在正位了 所以呢 你随着大家 因为下底是个昆 昆是为柔顺 你顺着 随着走 一起走 大家一起都聚集 那你还是在正位 在这个中位 但如果你要是 不跟不随重 其他人都走了 你一个人留在那上的事 所以他必须跟着一起走 跟着一起走 而且他因为上面有九五 跟他之间有正印 所以他们跟着一起走 他是既守了正道 又跟九五之间面 因为大家都是在脆之道 都是在聚的时候 九五眼路也同意你来聚 所有的人都要去聚 你为什么跟那边 你要顺 有顺 同时呢 他在这个位置 他是从九五掉到卡拉 他们两个之间 是有信的非常好的 为什么 这个能用利用月 也就是说用春天对佛的这种纪律 他都能够群绝于神里 献祭于公鸟 那九五的信 信是非常好 你只要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要跟随着一起走 你就是急了 六三的问题呢 就在这 他呢 是 因为我们基本上说 三位呢 都有一个向上月牵的冲动 他又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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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挂根内 他又在下 之急 向上要 冲动的 一个瞬间 他其实向上 应该去找六 找上这个位置 但是上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阴影 他们两个之间没有阴影 所以他看 离着最近的呢 就是九四 九四跟他近啊 两个之间呢 就有比的关系 有亲比的关系 但这种亲比呢 会造成的 初六的 对他 对三和四的疑惑 和一种 心里呢 完全是不高兴的 从他来讲的话 他也是一样 他知道四跟他之间 不是一对 但是 上六跟他之间呢 又不是一对 上下股 都跟他之间 没有这种 硬的关系 他又有这种 想要去聚的这种 面头 和向上的这种 冲动 所以呢 他会肯定会 有所这个 海生产器 信用不满 或者是 忧虑 都有 但是呢 他只要还继续 向上去聚 那么他就成就 这个网 初六和他 都有一个网 网就是去 就是向上去聚集的意思 其实从初六角度 你有疑惑 没关系 你去看一眼 你就知道我们的事 九四跟你是一对 对吧 从六三也一样 上六跟我们有一 但是我们是要再去聚的 我就 也去聚呗 向上去聚 像谁 像九四 这就是九四最大的问题 九四不当位 他是跟阳咬当人处在了阴位 他挡着九五呢 所有的这三根 下面起来的三根 这个阴谣 实际上是向他聚集 这从过去来讲 大腿的一个人臣 就是位置人臣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容易遭致很大的猜忌 会有自己带来大的诱惑 那怎么办呢 你只有立大公 你立了大公就没事了 你如果没有立大公 这个位置是有忧虑的 我们再设想一下 就是回顾一下历史 这个白帝城脱孤的时候呢 刘备其实脱的人啊 脱的是李延 脱的人 后来李延的那些人 还专门试过 说你这么大的功劳 你可以加紧希望 对吧 然后这两个人回来说 我如果能够把这个光复汉世 我能够把这个曹操干掉 把这个天下重新夺回来 九夕 我家十夕都可以 这是他给李延的这个回复 那就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这个位置 柱子亮这个位置 所有人是向他来去的 因为流产在上场不是 他没有什么名义啊 对啊 他又不是刘备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人是向他去看着你的面子 或者觉得你是能把我们挡夺住 能让我们聚在一起的人 但如果你要是最终没有李延的功劳 你没有建立绝大的功劳 你是被人造别人猜忌 遭后世人扯扯 那为什么柱子亮要七处七战 最后类似的情况 原因就在一起 他自己很清楚 我如果不是李延的功劳 我将他这位 我后代子孙都不能 所以他才会出世未结 圣先死 最后他为什么一定要被死 最后他也会做到一个好结果 所有人说句如梁 他说 一个很美人的人 但如果说 他在这个位置 把持朝政 又没有李大公 如果就是这么一个结局 到最后所有人会说 把这个见证 所以这个大吉 九四的这个大吉 是建立在李大公的基础上 然后才有大吉 所以刚才跟月亮也说了 大吉要立大公 你只有立个大公 有了大吉 你才能够合你的位 因为不当政 所以肯定会有任何 九五没人说了 九五 至尊处至尊位 对吧 阳阳处阳位 而且是至尊位 他是有位的 但是呢 他没有信 为什么 底下的三根阴阳上来的车 都冲了九四去 他怎么能去信 一名呢 没有 但这个时候 他要做守正 要原有真 你做了一个君王 做君王该做的事情 要居得守正 实忠守正 做自己君王该做的事情 只有这个情况下 你才能最后悔悟 就不会有 就悔恨就会慢慢就消除了 在这位置就是至尊位 别人动不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在翠子挂的过程当中 九五这个位置给起座了 他自己的志向根本没法生气 就九四打 所以呢 才有一个智慧光 上六 这四个字晚上 这么说 我念这个跟日语似的 人家合在一起 人家非常绕 绕口 对吧 棋子体 这个呢 你要这样理解一下 他处于翠子挂的上六 他想去跟别人去 跟谁去 对不对 跟谁去 跟谁去到一起 上六有九五 对吧 他要找去翠子挂的 他也能处于翠子极端 但是他是一根六 阴摇 他不是一根羊摇 他是一根阴摇 阴摇 阴摇 阴柔的一面 表达出来 这种情况下 我想去跟别人去 但是又找不着人 我跟谁也没有应用 六三跟他 谁也没有应用 对吧 找谁就找不着 但是呢 他又比较阴柔 他就什么时候 哭吧 我开声叹气吧 他并不是折腾 不是表现出残暴 暴力 刚暴力 他表现出来 都是一种开声叹气 哎呀 命不好啊 或者表现说这样 而且他呢 对自己在这个位置 我没有德行 我也没有一些本事 我都找不着去的人 可是我处在这么高的位置 我这个位置也太难了 在这种情况下 别人看他 就不会去指责他 也不会去难为 为什么 他的位置不正 他也不赖他 他也没做实责的事情 也没做不好的事情 他在那个地方呢 为自己不当位 还天天忧虑 那起码证着这个人 没什么本事 没什么能力 但他是好的 所以到最后呢 他也是不正的 哭出来的理解 对吧 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所以才会遇到 未安上 他也不知道去找人 也没人跟他去 怎么办呢 他自己在这这么高的位置 他也觉得心里也不安定 慢点 在这个情况下 别人也不会去指责他 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过错 车速度很快 但是因为不去 脆的一半 我觉得其实 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如果说 想以真说一件的 我们在一种交话的方式 看一看 你把这个上下换过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这个 零管 对吧 官 零 它是零管 零其实讲的是 领导的意志 讲的强是领导的意志 所以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 每个人都能够 处在自己该有的位置 做出相对正确的反应 尤其在脆的状态下 大家都是有一种相 就是聚集啊 要去聚会啊 要在一起的问题 情况下 你只要稍微做的好一点 是动会有救 所以呢 聚症 所以六要有救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总结的有数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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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流 那个 阴阳非常痒痒的话 就是 一些 肺筋皮了 是不是如果 上流 没有这种姿态的话 那就 之后 就是 如果 他 不能叫 他 其实 影响不到 很多权力 但是 你想想 这个 品卦子最上面 这个 腹底标词 他之前是一种 很虚的 所以呢 就说 如果 他自己的位置 没有 他没有摆中自己的位置 那其实 同样的道理 你把 九次 你也给他换成六次 他就是 笔瓜 所以你常来说的那种 但是 笔瓜的六次 那是好的 对吧 笔咸 它有 它是对的 但是 他正明显 它是一根羊羊 所以他才会有一个 只有大的器材 而且还是得脆的 他也有大的小点 一直脆的 一个呢 他也有 笔瓜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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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酒 怎么做的 样子 笔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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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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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就算是 那這麼講的話就算是 这个三六的话,变成了一个三九,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皮革到底呢,也要出于这种要变化的一种 如果要是从皮革推上边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如果轻皮革后续的说法,它应该是转下来的 转下来其实是异光 对吧,转下来其实是异光 你能把这上面转到里面来的话,上面是E 那是那个风,风AE 所以你从E的角度来讲的话,所有人都是在E的状态下 这个就解释起来会比较好 怎么说呢 所以就算是把它换成这个皮革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它不具有问题 但,不是大问题 但是呢,它其实位置就走了 它是轻皮 对吧,它做不住这个皮革 你从上右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如果是换成一根羊腰 也就是说它不是用这种形式,不是用枯的形式 而是表现出非常强烈的那种冲动去脆的话 那它的位置是做不住的 它就是轻皮 它在这个位置被人家为最后能够为安上去 它能坐在这个位置,最后也能得到救 就是因为它自己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个位置又没有得行 它就没办法跟别人聚 所以就剩一个功夫 这样呢,别人也不会太过多去指责它 但如果它换成羊腰 就是刚才说的,换成皮革 那么它换成羊腰 那么到上九的时候而做不住这个位置 那么到上九的时候而做不住这个位置 所以的话呢,如果做到下一卦的话呢 就是生卦 生卦的话呢,从这个聚卦的话呢 那么到生卦呢 那么它的这个转换呢 那么它的这个转换呢 就是说呢 因为你在这个相续过程当中的话呢 这个历天大的 平正道聚会的话呢 这个所得行 所以的话呢 要聚而得生 所在它的得行的话呢 有所这个 有所增长 有所增长 所以到下一卦呢 就是这个生卦 其实脆卦啊 我觉得就能够 说起来 其实就是我们书院这个样子 大家呢 都是对国学 都是对中国文化很兴趣 所以呢 我们才会聚在一起 但聚在一起的 以后呢 唯一呢 是一件大事 如果我们要院长领悟 我们要修长 天天想想想想 对吧 那就不是要聚 就要聚乐 就要聚乐 你还是得一说 正是因为 有了一些 有大人 有正能量的 有真正的学问 在里面 才能叫我们修 修 修而后得胜 每个人的德行 每个人的学识的德行 都会生长 都会进展 修而得胜 修而得胜 到我这儿就是由我而笑 你对了 哎呀 不知道怎么办 没事没事 你就得了 就是那个 文语里面讲 叫做这个 将剧中日 是吧 年不及一 年不及一 所以这的话呢 聚在一起的话呢 这个学习的话呢 是我们自己的德行 就是增长 所以是聚光 到下一段的情况 我们休息会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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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